你做不到是什麽意思 因為你孔子做不到 這樣批評你太過... 因為就算孔子做不到聖人 孔子已經是很頂級的一個人 如果孔子不是那麽頂級 他就不會有那麽大影響力 我不是說他不頂級 所以... 由於孔子都做不到聖人 所以他們講到話就有問題 我的意思是 如果單純就靠自己去做 就困難重重 自力和他力兩萬個結合 他力都不一樣 他講自力和他力 自力和他力 我講兩億都需要自力和他力 現在當然是講自力 但是你說我都要靠他力 那我不肯定會用他力 沒有自力 沒有自力 你不是說全靠他力 那不是 那又不是 你說... 你講一個例子 就是他靠他力就成功 就是... 不可以說 完全靠他力 一定有自力的成分 自力他力的需要 不是... 這個重點就是我們 是不是一定要做到聖人 這個不是他要 他要... 現在... 那個想法 最喜歡希望想達到聖人 最高而已 但是你不表示 做到其他東西就沒有價值 我沒有價值 每個人都相信他最好的 不是啦 實際上根本... 根本就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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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都做到... 有個人做到... 就不可能人都做到... 如果像他做到... 也有個人做到... 它是原則上我們能夠做到... 不是原則上... 誰做到... 事實上是做到的人很少 哪個菩蘿呢 哪個菩蘿啊 西方那個菩蘿啊 西方菩蘿啊 中國又不行啊 總之都不是啊 即是說東方不必... 西方你的意思是 現在不是說... 東方西方的問題嘛 我想... 你一個... 一個人... 真的做到聖人 我們怎樣去評論這個問題 他有個問題啦 耶穌啊多多 不是耶穌啊 他就聖人啊 我想... 我看回... 我覺得儒家那套理論的優點在哪裏 為什麼我覺得四個理論裏最講道德的完整性和本質呢 我解釋就是這裏 第一點就是儒家判斷德成義學 但是之前也有講過很多論理學所講的意思 其實兩者其實是否真的有一個衝突呢 可不可以一個思想去兩種論理學的觀點都有呢 因為這個其實不單止你 比如我們其他人民講 比如阿英半球以前 或者我自己都講過這些儒家那個論理學的特徵的時候 變成好像可能會被backward的答案 譬如剛才你說這個這樣 中大都比較多人這樣說 但是新亞或者主要是茅山的講法就說 不是的 都是義務論的 所以第一就是這個問題就是 儒家的論理學是否就是單一種形態呢 會有可能同受兩種呢 這是第一樣東西 第二樣東西就是兩個關係 可能都要搞這個德成論理學和規則論理學 就是你的講法或者譬如很多時候 就是一種的借形態的講法就是 好像預設兩者一定是一個矛盾對立這樣 還有你好像一定要選一個誰好些 一個沒有不好 譬如你自己是選一個得性能量好些 就是你說好的德性的東西是高過 就是重要過規則這樣 但其實有些講法是相反的 就是除了說是不是矛盾之外 就算當是對立都好 不一定是你說德性能量是重要過規則論理學的 譬如有些例子就是這樣的 譬如說說動感這樣 動感有一個德性 但問題用這個德性 之所以我們肯定 可能要用這種德性去做的行動 是符合道德規則的 如果一個人的動感 是圍繞高那些 就是對立都好勇敢 那些是不道德的 違反道德的 所以這個就是甚至道德規則優先過 特性的特性 所以這個可以考慮一下 就是就算有對立 是否就是規則論下人符合 這個特性不符合 這是第二點 最後一點就是 剛才那個評價那裡 就是儒家的評價 優點方面我都沒有什麼意見 缺點我都不是不同意的 不過我就想可以這樣去搞清楚 你批評優家的那些缺點 我覺得似乎就不是 他的德性優惠的缺點 只不過是他強調道德 這整個強調就是過法 所以在文化思想上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覺得這樣可能好一點 剛才你說這些全部不是道德 就是哲學本身的 因為他過份道德的時候 不論是在政治上 不論是政治的造立性 如果在其他文化方面 譬如不是知識 知識之類的 這樣說我就覺得很容易 就是對儒家的評價 但是你說儒家的倫理學 本身有這些問題 很少人最必不準確 這是第三點 但是其實 為什麼他產生這些問題 都 我覺得都跟他本身 他的思想有關係 即是他 他的思想令得 譬如說內性外王 這個都是現在的思想 那內性外王 他將政治體 成道德的延伸 當然他就會容易出現這些問題 是嗎 可以這樣的 如果他倫理學本身沒有問題 你可以保留的 例如剛才你說 當你只是說德性優惠 都好 你保留他的質性優惠部分 但是他將這些德性優惠強調到其他文化領域 都要講的 那我們就批評這部分 所以呢 可以譬如譬如說內性 譬如說 但是他由內性通外王 這裏我們不肯定 可以這樣的 那變成不是他那個倫理學的問題 就是他將倫理學過分強 強扮 將到其他文化領域的問題 都可以是這樣 就是這樣就 不是 看完 就是他們說 那個德性很重要 那這個沒錯的 所以他就說 兩者都要講德性 譬如這樣 就是簡單化 他現在 兩者都講德性 政治都要講德性 那一份就是他的問題 但這不是他的德性倫理學問題 而是 不 我覺得 德性倫理學是德性倫理學的問題 因為會不會就說 德性倫理學這件事 本身就會導致 道德的範圍不斷廣張 因為你 譬如你講的德性 其實就是 變成是 甚麼效 甚麼藥 其實是 除了說 你自己判斷自己的 自己做到 這個 去到這個 那個發生之外 就是 你太人完全不斷廣 你是一個 即你是一個 好人還是不好的人 其他人就會有 有很多的 不斷用 這些不同的不正的標準去 去判斷你 然後將這些 將更加多 越來越多的東西 去南入了這個道德的法律 那說一些很容易回應到 譬如你說德性倫理學不是獨立家 譬如斯朗倫說 或者你說 Bakintai 都說 但他們沒有瑜伽說的問題 他們是德性倫理學家 但他們沒有瑜伽說 德性倫理學不一定有瑜伽說的問題 那是兩個東西 德性倫理學本身 Bakintai 都說德性 即是道德的要說德性 不過現在可能說道德的 一些不是說道德的東西 都說這些東西 這樣會出問題 還有我不知道 譬如說英文Virtual 其實Virtual是 Man 因為人的可能性 未必一定是有道德的效果 即是說人的一種 當然是有些非道德的德性 原來是不硬的 但如果這個現在的問題是說 將很多東西都納入了道德的範疇 通過這班一些 很多的特性之後 將那些東西變成是道德的範疇 然後之後 然後就變成是會 而且他就說是甚麼意思 其實是說的是 不是說 一個minimum的 可能你規則論 我們要有一個minimum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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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規則 但它不是說minimum 它是說 是不斷去追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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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 因為我聽你這樣說 你可能 剛才提到甚麼限制 那些意思 可能 會不會有 你的意思就是說 現在去主張一件事 譬如說 要做一個軍事 都知道 一件事 遲到 每一件事 好